你可能永遠就聽不到真話 即使你完全是瘋狂的 對,而且你可能自己 其實你自己也看自己好像是沒有穿衣服 但是你也不願意念 但是,對,因為他是說要聰明的人才看得見的 然後你就會不敢去承認自己是看不見的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美樂的家庭 在這一集裡面我想要continue 我們有講到Jordan Peterson的 rule number 2 今天我們要講到 rule number 3 所以我只是要説一下 rule 然後問你們什麼意思 rule number 3 Do not hide unwanted things in the fog Do not hide unwanted things in the fog What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就是我們講說把一些東西 把問題掃到那個地毯底下去 是不是? 就是說有問題要去面對 而不要只是把它藏起來當作沒看到 Good job! We're gonna dig a little deeper Okay, because he obviously he wrote a whole chapter on it So it gets pretty deep The number one thing about hiding unwanted things in the fog is this thing called self-deception Self-deception is not you're deceiving other people 不是你是在欺騙別人 你是在欺騙你自己 這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Sometimes we do it unconsciously We deceive ourselves My question for you guys i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self-deception? And do you have any examples or testimonies? Self-deception我們就叫做自欺嘛 Oh,欺騙自己 欺騙自己 中國叫自欺 我們很容易自欺 就好像說 我們身上有一些軟弱啊 一些那個addiction啊 那我們就會說 It's okay, I can handle this 我玩video玩太久了 其實我今天已經浪費太多時間了 但是我還是會跟自己講說 It's okay, it's okay I can handle this 考試要來了 功課要教了 該要報稅了 但是我們就會一直跟自己說 Don't worry, don't worry 這種其實也是一種 就是一直把事情一直往後延 就是等於把問題就放到地產底下去了 可是等到東西會發酵 而且晚點他就砰 這樣子就是 It's too late 不過我剛剛就想到說 我們上次有講到九行人格裡面 九行的人呢 他有一個特徵 他叫做金鐘罩 就是當他覺得好像 他沒有辦法handle 沒有辦法應付像這樣子的 pressure 對他講 或是很平安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它照起來 然後就假裝好像 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我只要保持我裡面的平安 你就可以過去 平安 平安 就是假平安 其實是不想面對 就比較像你今天這樣講 那我覺得我的人生的裡面呢 我的確因為我的性格上面的關係 我其實常常容易把東西 給他掃到這個桌子底下 床底下 沒有看見就覺得說可以了 你是覺得時間會解決它 還是你就覺得就不用解決 我覺得不用解決 對 我常常覺得有些事情 也許時間可以解決 但我裡面基本上 我不想不喜歡去面對 那我覺得 這個是人格特質裡面 一個不健康的逃避 一個很蠻明顯的情況 I think you mentioned a good point 就是 and I want to elaborate 你講到窮型 他們你們的性格裡面 比較會喜歡 avoid confrontation right? And I think it's an obvious characteristic 可能特別在關係上 但是其實這個 self-deception 是每一個性格 我們都會有的 但是 maybe是在不同的方面 像我覺得 我的性格裡面 可能 我對事情跟關係 我可以去面對 但是可能對自己的情感 或者自己的受傷 或者情緒 我不願意去面對 so it's like in different areas I think 我們都有善於 善於的 還有 跟比較軟弱的地方 對 yeah so my next point is the rule goes do not hide unwanted things in the fog right? So the fog is what sort of covers the truth so the principle is 其實the truth 就是真理啊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看得見 ok so that's principle number one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看得很清楚 或者我們看的事情 看人都看得很清楚 my first impression I'm always right you know my impression is right 但其實有的時候 真理不是那麼簡單 it's more complex than you may think 你有你的角度 對方有他的角度 so Jordan Peterson就有講說 其實你要能夠 挖掘到 你真的那個不滿 不開心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很容易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我不開心是因為他啊 就是因為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Jordan Peterson就說 你如果越來越去挖 然後你願意說出來 你可能會發現 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啊 其實你這個不開心 是出於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事情 you know 就是你要去更去挖掘 這個真理 真的事實是什麼 it's not easy 我來問問看你們 what do you think truth is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get to and face 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不願意去面對 為什麼那麼去那麼難去 真的挖出來 什麼是事實 什麼只是我們的 projection 或者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一點勇氣 yeah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害怕衝突 你剛剛講說 很多人都不去處理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說 很多東西是越挖越痛 那乾脆就不要碰 是 爸爸剛剛講到很需要勇氣 其實勇氣這個字 C-O-U-R-A-G-E 它的C-O-U-R 它的那個根 它的那個自根之 就是心 所以其實真正勇敢的人 是敢把心打開來 然後去面對事情 這種叫做勇敢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要能夠打開心 對現在的這個社會 家庭也好 社會也好 其實反而是最不容易 我們都保護得很好 把自己的心保護起來 對 因為很怕心打開來 就被人家又給戳一刀 對 而且現在都是快速 很多東西都是快速的這個世界了 那打開心其實需要時間 我沒有辦法 麻煩 花很多時間 花時間 我要講好久 你才能夠慢慢慢慢 好像露一點點給你看一看 然後又關起來 其實還不只是對外面 事實上是越親密的人 也越不容易 反而現在越難 去把心打開 對 所以像我們能夠這樣子 家人還能夠這樣來談這些事情 其實是蠻難可貴的 真的 因為我知道你不會同我一刀 對 對 對 我覺得很好 我們家真的是走過來 因為我記得不少次 媽媽 特別是媽媽因為她的EQ很強 她就會坐我們 坐我們 然後說 我們必須解釋這個 然後說 你為什麼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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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現在這麼生氣 我們有花過很多時間 因為它很便宜 你不用去面對 你不用去講 你不用去講 好像就 很快就可以 過這件事情 但是 真的去面對 真理 真的去面對 事實 是更困難的事情 但是 會避免跟她的灶災 對 而且我真的相信 如果我們一旦打開來 而且慢慢一直去操練這種動作 其實我們會越來越容易 這可能還是跟你的這個人的成熟度有關 就說今天我們要能夠來 試著來把心打開的時候 那一定會有一方是更成熟的人 他要能夠 對方真的要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是能夠去 去處理這樣的一種 受傷的狀況 Back to self-deception 就是 因為 self-deception 就是 It's like blindness It's like a blind spot How can I know if I'm deceiving myself? 我怎麼知道如果我裡面有 self-deception 第一個 就是說你 你如果是常常活在一個謊言裡面 的一個最大的特徵 就是說其實你的人際關係 會會review 人際關係會review到底 尤其是你一直都碰到這樣 一樣的困難 然後這件事情一直都recurring 一直都重複地發生 特別在人際關係上 你自己如果不去跟人接觸 其實不容易發現 但人際關係一旦出事 而且每次都大部分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個有時候就代表 其實你有一些deception 有一些欺騙事 你自己不明白 但別人都看得見 所以你會覺得 就是當你不願意去面對 可能你也有一點責任 這就可能是一個 form of self-deception 我也記得我那時候帶親拜團隊的時候 我也常常跟他們講 如何去發現自己有這樣子的情況 你一定要去問人 因為你自己在膜蔽的當中 像國王性命一樣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你也還會永遠都 矛頭還是對著別人 那這個人如果願意要 開始要長進 我覺得他一定要去問你 那問就是要問他信任 那通常這種 self-deceptive的人 其實也不太容易信任 所以這信任是一個step out 一個踏出去 有一個信任 然後你會願意去問人 那人家那個人又夠成熟的告訴你 我覺得比較會容易越來越看得出來 國王的新衣嘛 這個其實就非常的古典 對不對 就是很typical 就是說尤其是你是一個有權的人 那你很想聽一些話 可是你身邊又養了一群人 是專門就是會講讓你喜歡聽的話 你可能永遠就聽不到真話 你可能永遠就聽不到真話 即使你完全是瘋狂 對 而且你可能自己 其實你自己也看自己好像是沒有穿衣服 但是你也不願意念 但是因為你會怕 因為他是說要聰明的人才看得見的 或者是尊貴的人或什麼樣的人 然後欺騙的人 然後你就會不敢去承認自己是看不見的 然後你旁邊又是一群人就是來附和你 哇好漂亮的衣服喔 那你就說 哇真的喔 你們都看得見 那大概是真的吧 很可怕的 那個是那種是愚昧到很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也在生活中 我們也在生活中 會比較容易欺騙自己的 比如說社交媒體 我們可以 製造自己的印象 我們會以為自己的印象 我們會承認自己的 我們是真正的 我們是美麗 我們都很漂亮 我們都是這些事 很容易欺騙自己的 然後我們自己 到一個程度 我們覺得自己是正確的 不管是很多這些 ideologies 或是政治 或是這些事情 就是會不會有可能 現在的人 他們都不在乎 他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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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就更容易 它就更容易 說 所有人都在說 所以 在這種世界 在這種環境裡面 你怎麼去告訴一個人 它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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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虎 它是值得 它是值得 它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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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承認真正 如果他們 可能他們不能再乎 家都不能保 他們工作都不能保 你怎麼去告訴一個人 說是值得 你認識 你的真正 怎麼能做 人家 那就是 不要騙人 或不要騙人 你 我沒有 因為是很容易 自己 堅持 那個 謊 因為我實在 這時 我心很痛 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他的女儿叫林义涵 那就是出了事情 就是因为性侵的关系 后来他就自杀了 那当他的父亲 后来在网络上去 去讲出这个事实 真相的时候 后来就被很多人 就是用很负面的话 去攻击他 跟攻击他的女儿 他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台湾的人的道德到哪里去了 其实事实上是 有一群人 他们是被雇佣的网军 就是有一群人 他们是专门就是来 把某一些社会上的声音 把你攻击你 让你不敢说话 他们假装他们代表的是 大多数的声音 所以当有一两个人 他有觉得说 哇我要来为这个说话的时候 看到他就一大堆的声音就出来 说你以为你是少数的 因为那些其实都是 都是被买下来的 都是被买的 所以那个很快的 这些个别的声音就会消失掉 网络上就会充满了很多 就是负面的谩骂的声音 让你事实上很多时候 我们会对这个整个社会 我们会觉得说 哇我们很难过说 台湾的道德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其实不是真的是这样 而是那些是被操作的 那些所谓的这种群众的声音 其实很多时候还不见得是真的 其实现在在网络世界还真的越难 越来越难 听到真正的声音了 Yeah I think it's all Yeah it's especially hard to tell online on the internet individuals the majority of individuals 是怎么想 because it's so easy to 操作这种东西 so sometimes we think we're the minority actually maybe a lot of people most people they know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但是我们会越觉得 我们是minority because the radical people do a lot you know but sometimes it's like only the one or two percent doing the most 就是那个喊得最大声的人 那个好像让他们假装 他们就是代表大多数人 其实没有真正的代表性 所以到了最后 我觉得还是我们人里面 还是有一把有一个良心 有一个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正义感 我们其实是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但是危险是 如果这些好人 一直不讲话 那eventually真的 这些话言就会变成大多数 so 你不能从 他还是一个猫咪的时候 你就让他一直长成个老虎 你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 你就能够站出来去对抗 但是这很难 但是就是你不能去害怕 哈 哈哈哈哈 好像讲得很容易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们都在指望你 哈哈哈哈 好像很容易 我以后有什么议题 就请Melody 来代表大家 愿意的声音 我是期待啦 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比我们勇敢 那他们也不是一个人 我觉得现在社会已经变成这个样 这个世界的走向就是都已经是越来越黑暗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聚集 那不是靠一个人 一个人发生其实也很容易就被打压下去 慢慢慢慢他们有没有一些正义之声 慢慢慢慢的更多的聚集 那我们年长的可以为他们遮盖 鼓励他们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式 家庭很重要 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所以我很感谢有父母亲的支持 跟我们是 aligned in our values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留言 我们'll see you in our next video 拜拜